趙怡翔到華府去當政治組組長 這個有沒有佔事務官的缺 這件事情 現在整個民黨政府 用非常非常非常寬鬆的標準 告訴大家說 趙怡翔佔的不是一個主管缺 外交部一個最新的公文說 現在駐外機關的分單位辦事 對外的名稱 及業務權責機關的歸屬 是以編組來表定之 所以組長不是主管 所謂外交部可以因業務需求 給予駐外人員適當的名義 對外或是予以加嫌 現在堅持這個趙怡翔 口一哥的政治組組長的職務 只是一個加嫌 不是一個編制上面 正式的主管職務 駐美代表處的組長 是涉外機構對外交涉業務 需要的對外名義 不是編制的職稱 如果他不是編制職稱的話 那政治組組底下的有10位組員 那這些組員到底歸誰管 不歸他的組長管 因為這個不是一個正式的編制職稱 他只是一個對外稱組長 對內不管組員 是這樣子嗎 如果把管中民 公務員兼不兼職的標準 跟趙怡翔是不是編制主管的標準 拿來看 這兩個標準 一個應該是在這裡的300公里 一個在另外一邊的300公里 不只是口一哥這個事件 我們看到最近黨產會也是 你這個監察院要不要管一管 這個以查黨產為由 到帛琉去度假 然後只有半天 再去管這個黨產的事情 兩天半都在觀光 請問監察院在幹嘛 不過我還是要勸洪維姐 不要太因為這個事情太生氣 就說要把監察院廢掉 我們現在還是以五權分立的 我要講的原因是什麼 監察院可能還有它存在必要 原因是當行政 立法 司法 司法現在某種部分 也已經被民黨給挾持了 很多司法的案件 也不見得能夠公正的處理 這時候如果再沒有監察院的時候 我覺得整個微薄 當然它的力量很微薄 可能委員裡面有一些 也非常不適任 比如說像蔡英文提的 這個我講白了 就完全是政治打手 就是說你其他的東西 你都看不見 你只看得見顏色不對的人 我要講口藝哥這個事件 就是說今天講得 好像他非常委屈 但是我認為台灣有一個慣例 就是說民進黨向來說 我們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是有尊嚴的台灣人 請問一下 從以前到現在 所有的總統候選人 在選前都要去美國報告 這已經形成一種不成文的慣例了 今天這麼多的外國人 這麼多的這些知名的 外國的政治界的 派到台灣來的代表也好等等 都在力挺口一哥 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的奇怪 這不由得讓我們想到 戰國時期有一個非常著名的 長平之戰 長平之戰就是因為 秦國用了離間記 最後沒有用臉譜 用了一個只會指上談兵的照顧 最後被圍堅40萬人 所以這些外國人 從選前到現在口一哥的事件 都在干涉台灣內政 不是嗎 都在干涉台灣 為什麼很喜歡口一哥 為什麼要舉長平之戰 因為一個越沒有能力去周旋 對不起 他今天到美國 去擔任政治組組長 跟他在台灣 擔任吳釗燮的助理 是完全兩碼子式 非常清楚的 你要到美國國會去 跟那麼多的人去周旋 去維護台灣的利益 跟你在台灣這邊 很容易的幫外國駐台的這些人 比如說AIT駐台的這些人 去跟蔡政府周旋 你當然可以獲得 吳釗燮充分的授權 而在這充分的授權裡面 都是犧牲了 專業的外交人員 今天變成我們所有的外交人員 都沒有錄用 只有透過一個特別助理 可以上達天廳 我就覺得非常悲哀的一件事 就是說我們今天不是說年輕人 就不可以當政治組的組長 而是你要透過考試 今天所有的年輕人 如果今天在你這個年紀 通過你的能力 都通過了外交特考 我們不管你 是不是多年輕或是多年長 那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們能不能升任 我要講的重點就是說 也許今天我們的對美關係 當可以連趙怡翔 都可以出去當政治組組長的時候 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的蔡政府 今天對美國人就是唯命是仇嗎 包括我們所有的總統 要選舉前 要去跟美國人去報告 我們的這個任命的政治組組長 要由外國人來力挺 我們台灣要不要廢死 要你外國人來說三道四 我們真的是一個 有主權尊嚴的國家嗎 真的是像你民進黨講的嗎 還是說因為你用他的原因 他沒有資深外交經歷 而你覺得他可以用 是因為從此以後 我們反正就是對美國唯命是從了嗎 美國說一我們不敢說二了 所以我們不需要 非常有外交資歷的人 去出任政治組組長 民進黨今天從趙怡翔事件也好 或者是管中敏事件也好 就是傾我者 這個逆我者亡 不就是這樣子嗎 只要同意我民進黨的這個做法 通通不管你資歷如何 都可以獲得派任 這是給年輕人一個希望 給年輕人一個鼓舞 還是你去抹煞了 所有老老實實 從基層做起 去通過考試的年輕人 我覺得全國的年輕朋友 要好好想一想 現在當然不只是 這個外交部立庭口藝哥 包括了一些外國媒體記者 在台灣的德國記者推文表示 他是年輕記者的時候就認識他 然後年輕外交官 為台灣服務還放棄加拿大國籍 然後英國每日電訊報駐台記者 通通都是駐台記者 駐台記者史密斯也推文說 他是台灣最聰明 最優秀的外交官 努力工作 外交官的人脈非常好 去哪裡都有資格代表台灣 現在的批評真是夠了 然後美國的智庫學者格萊伊 就跟著史密斯的推文說 現在在這裡攻擊 趙怡翔的毫無根據 台灣媒體在這裡扮演的是 一個非常可恥的角色 所以所有批評趙怡翔的人 都很可恥嗎 值得 趙怡翔有一些國外友人 在發文支持他 我就表示尊重 我也會有朋友 我的朋友也很推崇我 可是並不代表我可以去做 政治組組長 這是兩回事 就是說你看外交部 現在挺趙怡翔 我就已經荒腔走板了 就剛才講了 他在講說他的這個什麼 趙怡翔去做政治組組長 非編制職務 位列職等 職一個對外民意等等 可是不要忘記了 你過去政治組的組長 都是什麼樣的人在做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現在 問題的焦點在於說 到底趙怡翔有沒有這個能力 我坦白講 雖然他這麼年輕 那麼帥 然後就可以一步登天 去當這個政治組組長 我還是心裡有點羨慕的 可是如果你真的有能力 那我就閉嘴了 可是你從他的 所有整個資歷 你看不出來為什麼非得要不可 我很想問趙怡翔一件事就好 請問他到底對美國了解多少 你在美國唸書嗎 這個問題不好 他會說I understand a lot 不是 你要證明給我看 在美國唸書嗎 沒有 他在英國求學 在加拿大留學 你在美國待過住過嗎 沒有 我說這已經是基本了 即便之前有人說金普松什麼 也不是那什麼 可是好歹在美國拿到博士 你說他對美國還是有點了解 所以說你從他的從政經歷等等 你看不出來 他有什麼特殊才能的地方 所以你覺得他應該住英國 說服力還稍微高一點點 可是好 那你在看 外交部說什麼 趙怡翔很棒 他做過總統府 秘書長辦公室的主任 做過國安會秘書長辦公室 事實上就是什麼 吳釗燮的小羅羅 我再問 請問有沒有總統府秘書長辦公室 或國安會秘書長辦公室主任 這個職稱有沒有 沒有 我查過 這個是黑官 這也是對外的業務代表 對 他事實上大概就是用專員 專員或者是研究員的編制 去做這個位置 對 機要 對 所以說你要說拿這個 約定人員 約定人員 拿這個來說服我說 他好像做你以前做過 很厲害的職務 所以很適任這個位置 鬼扯 我事實上我前幾天發文 我痛癖外交部 為什麼 我覺得你要挺他可以 可是你要講一些理由 讓我們稍微 比較聽得進去的 他說什麼 他嫌熟北緬業務 我就不講 剛剛我講了 沒有辦法證明他嫌熟北緬業務 美方人員佔育有加 有 可拉瑜佔育有加 我這要講 外交部講完之後 就我這些發文了 就佔育有加來了 對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 說得好的 可是這一些他的好朋友 你要告訴我說 這是美方的重要人士 國會議員還是什麼 國務院什麼來支持他 也沒有 你現在呼喚川普站出來挺他嗎 對 我馬上閉嘴 對不對 然後最噁心的是什麼 外交部形容 趙宜翔說什麼 對外交事務有極大的注意 極大 天啊 如果極大的注意 讓他去做政策組長 太買沒人才了 應該讓他去做副代表 還真的有 副美代表就可以了 差一點是副代表 對 吳釗憲這兩天有爆料 說他本來想要讓他去做副代表 真的是更離譜 吳釗憲在告訴我們什麼 他說趙宜翔委屈了 我本來要去讓他做副代表的 現在做政策組長 你們在在叫什麼叫 我真的真的很離譜 當然不用講 就是說他的這樣的升官 破壞制度對不對 你讓一些外交特考進來的 很辛辛苦苦 我在外交部很多朋友 這個歲數 這個資歷在幹嘛 如果派到美國 頂多做三等秘書 所以外交問說沒有 他只有做一等資歷 一等資歷沒有很大什麼 見鬼了 一等資歷 你要來 回國內三年 外派六年 第三次才做到一等秘書 我們駐美代表處是什麼館 天下第一館 光駐美代表處 你知道編制多少人嗎 100多人 光100多人的大的編制 結果他一去 對 關節 四年 五月 感谢观看